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一个都不能死 大师兄 快退 大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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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可否算倒下了 还不够 既然不够 那就对我出招吧 我不会再用唐门暗器 你这是要彻底摆脱唐门 加入雪月城吗 我刚才对老太爷 使用了一招唐门暗器 心中有愧 我没有资格再用唐门暗器 一直有愧 为何不退 受我心中之道 这世上只有一个死空相比 一个野人 一个唐门 一个雷无净 所以今天 水都不能死 水都不顾死 小泽 你还真是个高手 是啊 我之前跟你说不会无辜 骗你 但是你们高手 为什么每次不早点出来呢 一定要看我们都倒下来 才出来成英雄 对不住了小黄虎 流转之术 不但可以帮助你慢慢地恢复功力 它还可以帮助你 短暂恢复到最强的力量 但是如果你这样做了 前功尽弃 性命危险 我应该早点站出来做个英雄 如果我能活下来的话 我们再好好留着 好 小泽 小泽 凶死啊 凶死啊 在下还有心中三百 阁下可原在世 来了 来了 那接下来的事 拜托你了 小四 看来下次 还是得来得再早点 你的身子 也没比萧瑟好多手 没事 都是皮外伤 真的没关系吗 你是在关心我 看来真的是好得差不多了 反正死不了 你说话可真有意思 那个 若姨姑娘 要不你先回去歇息吧 我在这儿呢 明天一大早 你跟钱老来替我就好了 好 哎 雷巫姐啊 前辈 你还记得当时在许月城 我送你什么礼物了吗 记得 晚来许 那你看了吗 没看 难怪你和女生谈话 还是这般生涩稚难 我谢轩送人东西啊 从来都是对症下药的 青龙 天启四守物 列东方尾 青龙 你是李心悦什么人 家父雷梦沙 家母李心悦 家姐李寒衣 原来如此 刘姐 他们也只是想看看肖色的伤势 如果有什么 等肖色的 若衣姑娘 恕我不能让开 显芝 你是头的儿子 我自然会护你收拳 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 但是里面这个人 身份特殊 我是一定要带他走的 叶孝英 你想违抗圣上的旨意吗 圣上的旨意 那这么说侯爷身上 有陛下的圣旨喽 那还请给孝英一乐 叶孝英 朗大的胆 吃人花花人头 说我胆子大不大 大教授 这位小兄弟又是何人 玄武天启四守护 列北方位 你这是何意 我这双手 曾于沙场之上斩杀敌将 也曾于庙堂之上怒至龙眼 可现在这双手 连握起一根棍子的力气都没有 话说 你认识的萧楚河 会这样度过一生吗 这 黄叔也想帮你 但黄叔 一年 一年之后 此时此刻 不管我是要是否痊愈 不管我是否活着 到时候我会在雪月城 等着各位 不管是谁 我都一定跟你们回去 好 如果是换错别人 我绝对不会妥协 但是你萧楚河说的话 都能做到 一年之约 雪月城相间 萧瑟定遵守过言 说好了 一起去看了昆仑之巅 沧海绝境 天涯尽头的 你可一定要平安回来 你这次回来 是为了了却救世吧 不 主要是来看你的 满嘴胡话 彼此彼此 走了 期待 我们再相逢的那一天 他怎么每次都是这样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刘洁 去仙山的路上 保护好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